開啟WORD WORD 所有程式裡面 在Office Office打開 把WORD打開 進來了以後 第一個尺龜要先打開 這個尺龜 然後把它放大一點點 這個一看就是知道 以資源為單位對不對 現在它垂直尺龜有 如果萬一垂直尺龜沒有的話 你把它解開 所以它要在這裡檔案 選項 然後在進階的地方 往下點兩個在這裡一個兩個 顯示資源寬度單位這個不要勾 然後垂直的卷軸 這個要打開 垂直的卷軸 這個 好確定 現在都有了對不對 然後上下左右邊界都要三公分嘛對不對 所以在版面配置的地方 往下 上下左右三 TAP鍵 三TAP鍵 好確定 這樣子全部都設好了 那OK嗎 好所以接下來我要去插入什麼 插入上面一條線下面一條線 所以在這裡這個地方有沒有 框線往底 這邊往下拉 框線即往底 然後注意這邊喔 你要選第二個頁面框線 然後把它改成一點 所以上下個一點 還沒完要進來選像這邊 你的鍍梁 基準要選文字 然後這個把它歸零好不好 雖然他說沒有差 但是我們還是歸零好了 確定 確定 這樣上面一條線 下面一條線 再來呢 我要進到夜首夜尾來 所以我要插入 夜首 空白三藍 這個 好這裡呢 打入什麼 體組四附件一 組四附件一 然後把它圈起來 圈起來以後 回到常用來 要有支援框線 要有支援往底 這空間這個呢 打開